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角落呢 我们今天 先看地图 没错 就是大名鼎鼎的青木原树海 其实青木原树海 我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它 有可能有人会说 青木原树海我不是去过吗 我都已经去过了 为什么还要重新介绍一次 上次有介绍到罗马尼亚的 也像是青木原树海的一个地方 这一次呢 日本这个自杀森林 我又再次介绍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最近收到了一个情报 我的好友S君在那个地方碰到了怪事情 然后 他把他的经验告诉我 所以我今天就稍微简单的来整理一下 几个青木原树海比较有名的传闻 甚至透过空拍剔图来告诉大家 这些传闻所发生的地点 来仔细的研究一下青木原树海 青木原树海 它是位于日本富士山西北侧山软 横跨山林县富士河口湖亭 与明泽村 周围有西湖 金镜湖 本甲湖等燕色湖 此地于公元864年富士山大规模喷发后 所形成的熔岩台地标高介于900至1300公尺左右 深有大片年轻的赤森林 面积广达30余平方公里 是富士山周遭人为干扰程度最低的一个区域 所以也有人称为树海为原始森林 由于智林山府看史 茂密的树木随风摇曳的景象 就像海浪浮动一般 故青木原又常常被灌于 树海的称号 然而在日本说到树海 大家都会告诉你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自杀森林 其实自杀森林 为什么会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传闻 为什么有很多人要去选择在那个地方 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据我所知啦 其实一来是它有名 二来是 其实你到那个地方 你只要深入的走进去的话 你不太会去给其他人造成困扰 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一个点 很简单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去那个地方 很多人在那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这样的话 他在黄泉路上也不太孤单 因为黄泉路上他不会是一个人走过去 就这样子 一而再再而三 越来越多人选择到这个地方 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据统计呢 每一年最高峰的时候 曾经有收到200多句大提出来 那这几年平均下来 大概都是100句以内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 跟日本的国情也有一些关联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日本毕竟就是一个高压式的环境 你进了职场 或者是说你犯了一些什么错误 你就会常常被霸凌等等之类 让很多人不愿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不要说现在的日本 连邻国韩国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而导致这个地方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所要介绍的就是 我所知道 青木原树海周围几个比较有名的闹鬼景点 首先 第一个 它是位于青木原树海中心点 的一个公路旁 它有个登山步道 它走过去会有个小观光景点 但是因为它相当的好停车 所以 有一些人也会选择 把车子停了 然后走进去 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空拍图 它周围全部森林 它走进去之后 在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跟车会经过的 走进去之后 它就不会再出来了 然而 这一个地方并不是S君所发生故事的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这个地方曾经有人 因为日本其实很多人在来做探险直播等等之类的 甚至也是有一些灵异的YouTube 他们进去这个地方在做影片拍摄 不知道是直播还是拍摄 拍摄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在他们的眼前看到一位女性 当然他们看到这位女性之后就想说 嗯会不会也是有可能是探险的 但有人就说不对 三更半夜这个地方的交通又相当的不方便 这个女生怎么会过来 我相信大家看了空拍图之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你看地图会觉得说 它很近 其实它距离非常的遥远 嗯 他们就开始跟这个女的打招呼 然后打招呼了之后 竟然 那个女的 就回过头来 看着他们 然后就说 她不好意思 我在森林里面迷路了 你们可不可以带我出去 那这些人就觉得说 好那OK没有问题 我们就带你出去 然后到外面了之后 那一个女生又说 不好意思 这个时间已经晚了 也没有车子 没有交通工具了 可以请您带我到 最近的公车站吗 或是最近的城市吗 那这些人算觉得奇怪 但想说反正他是女生 那就好人做到 结果那怎样吗 就当车子快开到附近的村落的时候 他们车上本来还有说有效 还有跟这些女生聊天 就问说这女生怎么会 三根抱怨跑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就当 车子抵达村落的时候 他们再一回头看 车子上是空无一人的 那他们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到底是跟谁在聊天 然而这件事情的后续就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事后还要返回到那个地方去做拍摄 拍摄的时候 他们就选择到发现女孩子的那个地方 去讲述他们的经历 但是过没多久 他们在发现 那个时候那一个女孩子的地方 大概在往前走大概十步 有一个女性就在那个地方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 这一个是第一个 接下来讲的是第二个 那这个第二个呢 其实跟富士山 应该是说啦 早期日本的文化历史比较有关联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叫做人穴 那他旁边还有一个寺庙叫浅千神社 其实这个地方我去过 我也发现这个地方相当的鬼 现在晚上去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会到那个地方 然而你一走进去的时候 你首先映入眼帘的 你会发现 满满的都是墓碑 那为什么会说他跟文化有关呢 很简单 因为早期日本在闹饥荒的时候 比较贫穷的人 碰到一些年迈的长者 只要患病了 他们养不起 就选择把他们丢到这个森林 或是放到人穴里面 让他们自生自灭 当然年纪大的人 被这样丢到这种原始森林当中 他们哪有求生的能力 很快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续有人找到的时候 在这个人穴以及周边 发现了非常多的无名古海 最后才盖了这个寺庙 去纪念这些无名的死海 当然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说啦 我在人穴的入口 我感觉到入口处跟 外面的温度是明显不同的 甚至更诡异的是 入口常常从洞穴里面飘出来 不明的气体 那有这么一说啦 这些气体有人说是灵魂 但是我相信的是 因为其实在富士山 大家都知道下面有相当大岩浆库 那其实在火山爆发的同时 会制造出很多的洞穴 会不会有可能是岩浆热气 顺着这些洞穴飘出来 然后在寒冷的冬天 导致这些雾气的出现呢 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就是 其实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晚上来到了这里 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的 哭泣声跟哀嚎声 甚至有一些人在这个地方 晚上会看到很多人 在浅尖神社跟人穴 洞穴的附近徘徊着 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跟S君 他所发生的事情是有相关的 而这个地方呢 也是青木原树海当中最危险的一个区块 然而这个区块呢 也是我之前去青木原树海的反方向 因为我知道那个区块相当的危险 而且我之前去青木原树海又是晚间去的 所以那个地方基本上我是没有进去的 因为那个地方的危险程度太高了 比如说 自然症会失场 比如说 发现大体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 接下来我所讲的这一个区块 甚至我第一次跟日本人去在里面迷路的区块 也是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又是哪里呢 我们先来看空白图 这个区块呢 其实为什么是最多人选择青森的一个地方 原因很简单 大家看空拍图 其实他旁边就有一个巴士站 那这个巴士站其实很多想要青森人 他们下了巴士之后 往旁边一走 就下去了 然后 有一些真的想要离开这世界上的人 他并不会很刻意的 想要走到森林的最深处 去了结自己的性命 据说都是离车站不会太远的 了不起再走个一公里等等之类的 地方就会选择青森 那这个资讯是社长告诉我的 当然社长他有讲过关于这个地方的故事 往后有机会再告诉大家 可是 这个公车站其实有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树海的时候 我中午有在附近吃东西的时候 就有当地的居民告诉我说 这个车站据说 有时候晚上巴士司机 会到这个地方载到一些 就是有可能在当地选择轻生的鬼魂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到最终站的时候 这些上车的鬼魂都没有下车 所以这个传说也慢慢的传了出来 然后甚至这边的公车司机有时候就当做做好事 选择把这些亡魂给载回去 好接下来S军所发生的故事 他其实今年日本的冬天比较冷 那他其实也有到富士山那一带去泡泡温泉 然后呢甚至去滑雪甚至还有去做露营的一个部分 就他们一群大概三个人吧 三个男生 然后他带他女朋友 他们到了附近的露营场 当然晚上三个男生就说 我们晚上去树海探险好不好 那其实S军也说好 反正他以前有跟我探险过的经验 但是他女朋友说他好累 他不想去的 所以说就留他女朋友一个在饭店里面 结果他选择的区块 就是我说的这一个区块 他们也走进去 然后呢探险探险的 一群人有说有笑的 S军他其实我有告诫过他说 到这种地方不要乱讲话 可是他几个朋友就在那边 一直在想说 诶我们到底会不会看到那种 往轻生折的大体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 两个就聊得很开心 然后拿手机到处拍说 诶那个东西像不像 挂在树上的大体 可是呢 他们把手电场照过去 偏偏的又不是捕风捉影而已 就当他们走着走着 我有说嘛 冬天下大雪 今年日本的雪又很多 当然这个地方 他冬天的时候 其实积雪也积的蛮高的 当然他们这样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到有一些奇怪的点 因为其实冬天你要这个地方 迷路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大家看我影片就知道了 结果 然后 走在最后的S君 他感觉到 他后面好像多了一个人的脚步伸 此时 S君 就觉得 就常常的回头 他朋友就说你干嘛一直回头啦 你不用担心会迷路 下面都我们的足迹 你要怕什么 就S君说不对不对 我觉得 后面还有一个人 然后S君有这样的疑惑之后 他的朋友就来拍拍照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也是去去嘻嘻哈哈的 结果 这个时候 他们 突然觉得好像走得有点太深入了 就想说 诶那我们是不是该回头了 此时 他们要准备回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里面也没有碰到什么事情 那原始森林说真的 你怎么走 他并 不像是废墟一般 会有那么多的画面 或东西留下来给你看 甚至雪积下来 你根本也看不到那些 有可能是之前亲生人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遗物等等之类的 他们觉得无聊了 又冷 就想说回去了 可是一转头 要往回走的时候 突然 听到森林远方 传来了 人的 声音 可是 诡异的来了 他们在往下看 因为这个地方你要走进去 一定会有什么 足迹 没有看到足迹 那个雪 完完整整的 集好在那个地方 当下他们觉得很奇怪 这个地方好像 碰到事情了 然后拍个照 就准备要离开 然后 离开的时候 S君就变成第一个 结果他 走没几步 大概差不多走个100公尺左右 他说他停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 雪地当中的足迹变成 原本是三个人 可是 他们看到恐怖的事情是 那个足迹不止三个人 那个足迹变得有 六七个 而且这些足迹是往 所有不同的方向 散过去 当下他们认住了 他们要怎么走 要怎么走 要怎么样才能出去 那还好 S君 那时候G0 我有跟他讲说 你到这种地方 你一定要记好 或者是说你要留下什么记号 他刚好有留下一些记号 那这些记号是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比较鲜艳的东西 就是丢在雪地上 然后他跟着这些记号 他才顺利的走出去 结果走出去 我不是说他女朋友 没有那个 跟他 一起去切木原树海 对不对 结果他一回到饭店的时候 他女朋友就看着他 说 哦你回来了 然后 就沉沉的睡去 睡到差不多白天的时候 然后 他起来 女朋友第一个问他就说 那你们昨天三个人出去 怎么 好像 回来 变人比较多 好像看一看 好像五六个 他们大家听了说 怎么可能 他们只有三个人去 他们也没有带任何人回来 他们后面 又多了两三个人这样 然后 他 就 说没有啊 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他女朋友说 你们不是去树海 是不是又 在那边碰到一些朋友啊 等等之外 他说没有啊我们就 在那碰到这些状况之后 他们赶快回来 他女朋友就说 他梦到 这个噩梦 就是他好像也跟他们进去到树海 然后 最后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路人跑过来跟他讲 留下来多好 留下来多好 然后就他女朋友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 就起来 起来之后就天亮了 然后就跟他们这样 跟S君去讲说 他做梦所碰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S君他们当天晚上在树海 又碰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 隔天 天亮之后 每一个人就跑去比较有名的神社去拜拜 然后S君就把我这个经验很兴奋的告诉我 说 那我碰到这事情 我输入拜拜完之后 我还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吗 我跟S君说 其实你拜拜完 假如后续没有什么状况 做梦到的话 那基本上是不用处理的 但是我跟他讲说 记得要诚心诚意的去道歉 毕竟 你的朋友有可能讲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 那某方面来讲 他们会不会是想要来抓交替之类的 那S君听完之后 他也说好 他会照办 过了一段时间 他没有再跟我联系了 我想他应该是没有事情 这就是S君所碰到的一个亲身经历 那也是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青木原树海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其实 以科学角度来研判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讲很多次了 岩浆库 的扰动 会去影响到当地的磁场 所以说 为什么 指南针在那个地方会失效 即便我今天带老师去 他的罗盘有可能也没有用 或者是乱转 那GPS呢 其实也没有讯号 为什么呢 GPS 除非你带卫星电话 有可能还收到讯号啦 但是你拿一般手机 我只能跟大家讲 讲他真的讯号很强的话 不会有很多人走到里面 是找不到路出来的一个情形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去那个地方直播 为什么会选择 比较不容易碰到尸体的地方 因为他算是观光区 他也是唯一可以允许我在那个地方直播的 因为我假如从公车站 反方向走过去 那个地方只能拍影片 因为 再走进去 手机就没讯号 你没有讯号 你开不了地图啊 根本无法定位你人是在哪一个方向 那个时候 要不是我们听声便位 要不然我们根本也出不来啊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个位置 那 往后 解封了 你们去 OK 但是要切记 千万不要走太深 因为 即便再有经验的想岛 他们走到那个地方 也很容易迷失方向 这一点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那 他的磁场 这样的混乱 加上日本又有丢过人 那甚至还有一说是 以前日本的那个 武田信玄的战败武将 或者是怎么样的 他们躲到这树林当中 集体切副 或者是躲在这树林当中 创立了一个村庄 等等之类很多传闻 但是 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可考了 唯一可考就是 千木园树海当中 没有树海村这个地方 唯一的树海村呢 他其实是一个 呃 日本政府安置这些 他们之前想要请人家拆迁的人 的一个地方 那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民宿 环境也相当不错 我相信 呃 今年年尾的时候 下半年有可能解封 可以到海外旅行的时候 大家有机会 可以再去看看 但是切记 千万不要乱闯 千木园树海 这一个鬼地方哦 好 我是沟桑的奇名 那今天的素材 基本上都属于我自己拍的 有些当然是用照片的 今天的世界恐怖之窗 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 为最后也要非常感谢S君所提供的故事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